尽管南海局势日趋缓和 但有的国家看上去却不愿放过挑逝的机会 美陆军部长埃斯国表示 美军正在研制一种射程可达1000英里的超级火炮 它可以部署在南海周边地区 帮助受制于解放军区域机制战略的美国海军揣开大门 俄罗斯卫星网26日称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作为对抗外国对手的最终手段 如果中美在南海海域摊牌 美国陆军研制中的射程1000英里的超级火炮 可以摧毁中国海军舰艇 美国陆军部长埃斯国在一次媒体援助会议上表示 美陆军正在发展的增程加盟炮系统 可以帮助美军实施战略或战畜打击 如果未来美国海军因为解放军的区域拒指战略 而无法进入南海 美国陆军能从附近的岛屿或其他基地 使用这种超远程火炮摧毁敌方的陆地或海上目标 瓦解对手的区域制防御 为美国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揣门 埃斯国以剑与毛的发展为例说 之所以会发展毛 是因为相对于对手的剑 毛能提供更远的攻击距离 美军如今引发超级火炮 是希望置身在对手的射程外 打了敌人后 让对方没办法还手 他还强调就如同第五代隐形战机 能突破对手防空 却为其他战机串门开路一样 超级火炮也能帮地面部队或其他军种先行除去威胁 美国防务快讯网站26日称 埃斯国提到的增程加盟炮系统 是美国陆军2018年重点推出的未来作战武器 报道称美陆军新成立的未来司令部 正在进行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计划 并将目标重新对准中国和俄罗斯 报道称目前中国与俄罗斯 都在发展远程火炮等方区外打击能力 而美国陆军长期依赖空中火力支援 在远程火炮领域已经远远落后 当前美陆军现役155毫米 自行火炮的射程仅30公里 而规划中的增程加盟炮系统 通过增加炮管长度和换装新弹药 最大射程超过70公里 如果使用更先进的增程炮弹 射程可能超过100公里 凭借高机动性、低射击成本、远射程、高精度等优势 增程加弄炮系统将助理 美国陆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 为陆军部队提供远程的精确火力支援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 各国陆军建议深管火炮受各种因素制约 多国联合演习中 美国陆军就使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 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成功击中一艘退役的坦克登陆舰 专家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 远程火箭炮与导弹的差别逐步模糊 射程远达1000英里的远程火箭炮 实质上就是一种中程弹道导弹 美陆军发展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 明显违反了中导条约 因此只能在增程加盟炮系统的幌子下悄悄研究 事实上美国陆军希望在南海周边 部署远程火炮对付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 2016年美军就表示 有意在菲律宾部署海马斯系统 对付中国在南海的岛礁 海马斯可以同时装备火箭弹或战术导弹 这将是在南海巡航的中国海军舰艇面临威胁 中国诸多岛礁也将被其陆基火力覆盖 这已经不是埃斯珀首次在公开场合 推销增程加农炮系统 自上任以来 他多次强调这种远程打击系统的重要性 专家表示埃斯珀这番言论 或许与当前美国陆军的尴尬处境有关 自美军逐步从阿富汗、伊拉克等反恐战场撤出后 为对付中俄等传统大国 五角大楼重点发展海空军 陆军的重要性大将 伦维尔等公民 为此美陆军必须重新提出自己的战略价值 而这次埃斯珀鼓吹用脏城加农炮系统 为其他军种踹门开路 意图凸显露军的重要性 从而争取更多军费拨款 能够再发展海空军论 加军赎根本大楼 你能够打开路之后 我能够打开路之后 这就是一个军费者 在哪里 一开始厄Star 全部都可以打开路之后 然后维射伊拉克等 这么多军费者 我能够打开路之后 如果有什么军费者 所有内容 我能够打开路之后 我能够打开路之后 有什么军费者